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 沈腾以他独特的幽默感和过人的表演实力克服了这个困难 展现出了自己的高超演技 在这一季的节目中 杨迪和华晨宇可以说是抢尽了风头 杨迪凭借他斗趣幽默的风格 依次次斗的观众开怀大笑 而华晨宇则展现出了他聪明才智的另一面 无论是在游戏环节还是在表演中 他都展现出了非凡的实力 这两个人的加入给节目注入了新的活力 也让观众们看到了不一样的王牌节目 然而 常驻成员的离开也引起了一些争议 贾琳的赞别让许多观众感到失望 他们认为节目已经失去了原本的魅力 但是 节目也通过引进一些新的嘉宾发掘了新的笑点 严妮作为新加入的成员 展现出了自己独特的幽默和表演功底 让观众们再次找回了节目的乐趣 这次的改动虽然有些争议 但整体上还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除了杨迪和华晨宇的亮眼表现外 徐志胜和李雪晴在这一季的节目中也受到了观众的赞赏 他们的口才出众 无论是在个人表演还是在团队合作中 都展现出了非凡的实力 宋亚轩和关小童作为新一代的笑心 也在游戏环节中展现出了自己的成长和进步 为节目增添了一抹亮色 总的来说 王牌八星一季的整体质量是可观的 虽然贾玲的离开给节目带来了一些困扰 但是沈腾的出色表现以及杨迪 华晨宇等新成员的加入 让观众们在笑声中度过了愉快的时光 这一季的节目展现了新的笑点和新的风采 让观众们再次感受到了王牌节目的魅力 期待下一季的王牌八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欢乐 王牌八踪平出炉 观众打分一针见血 沈腾高光不在 王牌八新一季喜剧狂欢 终于在经历了漫长的预热和不可避免的延期后 在10月下旬与观众见面 这一次节目的播出给观众带来了一次全新的体验 不仅有着因贾琳赞比而带来的空缺 还有着杨迪和华晨宇的高光表现 尽管贾琳的离开让观众对新一期节目给出了较低的评分 但是沈腾在这一期中的表现仍然令人印象深刻 由于贾琳因电影拍摄需要减重 无法回归节目录制 这无疑对节目带来了一次重创 贾琳一直以来都是观众们最喜欢的喜剧演员之一 她的离开不仅让粉丝们感到失望 也让节目的整体气氛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沈腾作为贾琳的御用搭档 自然也难以摆脱这样的心理压力 然而 沈腾以她独特的幽默感和过人的表演时 立刻服了这个困难 展现出了自己的高超演技 刚刚在这一季的节目中 杨迪和华晨宇可以说是抢尽了风头 杨迪凭借她斗趣幽默的风格 一次次斗得观众开怀大笑 而华晨宇则展现出了她聪明才智的另一面 无论是在游戏环节还是在表演中 她都展现出了非凡的实力 这两个人的加入给节目注入了新的活力 也让观众们看到了不一样的王牌节目 然而 常驻成员的离开也引起了一些争议 贾琳的赞别让许多观众感到失望 他们认为节目已经失去了原本的魅力 但是 节目也通过引进一些新的嘉宾发掘了新的笑点 沈腾作为新加入的成员 展现出了自己独特的幽默和表演功底 让观众们再次找回了节目的乐趣 这次的改动虽然有些争议 但整体上还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除了杨迪和华晨宇的亮眼表现外 徐志社和李雪晴在这一季的节目中 也受到了观众的赞赏 他们的口才出众 无论是在个人表演还是在团队合作中 都展现出了非凡的实力 宋亚轩和关小童作为新一代的笑心 也在游戏环节中展现出了自己的成长和进步 为节目增添了一抹亮色 总的来说 王牌八星一季的整体质量是可观的 虽然贾玲的离开给节目带来了一些困扰 但是沈腾的出色表现以及杨迪 华晨宇等新成员的加入 让观众们在笑声中度过了愉快的时光 这一季的节目展现了新的笑点和新的风采 让观众们再次感受到了王牌节目的魅力 期待下一季的王牌八 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欢乐 在这篇文章中 我对王牌八星一季的评价 相当积极充满正能量 文章首先提到了贾玲赞别带来的空缺 以及沈腾在新一期的出色表现 接着 文章对杨迪、华晨宇等新成员的高光表现进行了赞扬 并指出他们给节目注入了新的活力 文章还提到了贾玲离开核心加入的成员引起的争议 但同时也指出通过引进新的笑点 节目整体上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同时 徐志胜、李雪芹、宋亚轩和关小彤等成员也受到了观众的赞赏 展现出了非凡的实力 整体来看 这篇文章对王牌八新一季的评价积极正面 给出了观众感受到的乐趣和愉悦 同时也期待下一季的王牌八能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欢乐 嘉宾的选择与节目效果 通过选对嘉宾 这期节目成功逆袭 刘涛和张小斐的表现引发了观众的好评 娱乐节目本身就是依托嘉宾的互动和表现 选用具有趣味性和默契的嘉宾可以大大提升整体效果 宋小宝的高琴商处理更是让他成为宝藏嘉宾 为整个节目增色不少 也给观众带来了新的看点 节目的创新与观众期待 前四期节目授批内容老套 游戏环节无趣 但通过这一期的创新 节目成功地回应了观众的期待 在娱乐节目中 保持新鲜感和创新性是至关重要的 观众对于王牌系列有了新的期待 也为接下来的节目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观众情感的变化与争议 这一期的节目无疑掀起了观众情感的波澜 从最初的担忧到后来的惊喜 整个过程仿佛是一场情感的过山车 观众的争议也在一定程度上 推动了节目的热度 使得更多人关注并参与到讨论中 节目的社会影响 娱乐节目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其影响力不可小觑 通过节目 观众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嘉宾们的生活态度 情商和幽默感 也为社会带来了一些积极向上的元素 因此 这档节目除了娱乐性质外 也承载了一定的社会责任 总结于展望 这一期的王牌对王牌8 通过人情事故和江湖地位的双重考验 展现了嘉宾们独特的魅力 刘涛的表现更是让人留下深刻印象 观众们对于节目的争议和热议 也从侧面反映出对于综艺节目的期待 希望未来的节目 能够在创新中保持足够的娱乐性 同时为观众奉献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99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 樹枝